大家好,欢迎进入巨城华旗在线商学院 我是这堂课的主讲陈笑亮 那么这堂课呢,主要的是讲 喝酒与解酒的问题 酒呢,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俗话说,酒杯一端,重测放宽 那么在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谈业务的当中呢 经常离不开酒 可能因为一丝愉快的饮酒,一丝愉快的聚会 那么呢,我们的丹,我们的业务呢,可能有很大的进展 我们可能签了一个很大的丹 那么有的时候也可能因为我们的酒量不行 酒量太少,没有陪客户喝足,喝到胃 结果一个业务呢,没有签成 说要说酒后突增盐呢 那当然是喝醉了酒之后才会突增盐 没有喝醉的话,恐怕不会突增盐 有一位喝醉了酒,客户就问他了,说牛总啊 我们这个单你赚我多少钱呢 这个已经喝醉了牛总就实话实说了 我能赚你十多万瓦 什么,赚我这么多钱 估计下次就麻烦了 所以酒呢,在生意上 在社交上面呢,有很重要的作用 能喝酒 那么对于我们做事情 做业务事件好的事情 那醉酒呢,尤其在外面醉酒的话呢 可能会有些损失 那么唐朝的酒盛李白 在蒋经酒里什么,这样写过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是君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应 千金善尽还夫来 这是千古绝唱 抒发了四人李白的这种 豪放不羁的性格 那我们现在社会 现实生活中的酒呢 也是随处可见 作为一个领导 你要是不喝 下手给你敬的酒 好像不给面子 我激动的心啊 颤抖的手 我敬领导一杯酒 领导随意我一口 领导不喝我不走 卫生意在很多的社交场合呢 酒啊,确实离不开 那我们这堂课呢 会通过营养的角度来解析酒 以及解酒的一些方法 那么让我们在工作 生活当中呢 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酒 一律于社交场合 而不醉酒 这样呢既保证了我们身体 又保证了我们 不会酒后吐增盐 而酒呢 为百药之涨 隐必适量 那这是李时珍呢 有这么一段话 而酒呢是很好的药引 酒呢能够消除 身体内的一些寒气 可以去湿 可以杀成一小便 所以呢是非常好的 一个药引 一个引子 那么我们都知道 适当的饮酒呢 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 解忧忘愁 正是精神的作用 至少呢 他对心理上呢 还是有很大的抚慰 对心理健康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曹操操感叹呢 感叹的是 何以解忧啊 唯有度抗 但是李时珍呢 又给我们指出 过瘾伤痞败胆 丧心损受 他就说呢 过量饮酒呢 是有害处的 那我们这节课呢 会正说酒 我们会从正面的角度 来讲解酒 以及解酒的方法 那至于酒的一些坏处呢 我们在这不用多说了 地球人都知道 那么常见的那些酒呢 有葡萄酒 啤酒 黄酒和白酒 那么我们来逐个的分析 先说葡萄酒 那么世界维生组织呢 推荐的十大健康饮料当中呢 甘红葡萄酒 就是其中之一 甘红葡萄酒 那么葡萄酒呢 按照酒真的含糖的这个量 它有这样一个分类 像甘红 甘呢 就没有糖的意思 叫甘葡萄酒 因为酒真的糖分呢 几乎全部发酵 发酵完成 所以呢 每升葡萄酒能含的整糖量 低于四克 一升低于四克 几乎不含糖 而在我们喝的时候 就感觉不出甜味 相反的话 我们喝甘红葡萄酒的话 酸味道很明显 所以呢 这样的叫甘葡萄酒 那像甘白葡萄酒 甘红葡萄酒 甘桃红葡萄酒 那么呢 随着糖量的增加 有半甘葡萄酒 那么是指呢 每升葡萄酒 整糖量在四至十二克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 稍微有一点甜的感觉 再增加的话呢 有半甜葡萄酒 那指的是每升葡萄酒 真的含总糖量在十二到五十克之间 那这个时候呢 酒的感觉就很甘甜 很爽滑 那再多呢 就是甜葡萄酒 那这个时候的话 也可以说有葡萄饮料了 这只每升葡萄酒 就含粉糖在五十克以上 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腻了 甜的有点干净 那么我们主要讲的葡萄酒 是指的是甘红 因为甘红呢 也几乎成了葡萄酒的代言词 也因为它营而最丰富 那么再说葡萄酒呢 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下葡萄 从葡萄来说起 葡萄呢 是全程都是宝的一个果实 自古说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那个是据饶口令那可 但是呢 葡萄皮却有丰富的营养 葡萄皮呢 还有一些多分类物质 是一类天然的抗氧化物质 它属于类黄酮 另外还有花青素 丹宁 白莉卢醇 一些多分类 花青类的营养物质 都是抗氧化的 那么葡萄的果肉里面呢 当然葡萄糖 糖类啊 果糖啊 维他命啊 矿物质啊 钾啊 莓这些矿物质 钙都很多 那么葡萄籽里面有什么营养呢 我们吃葡萄 把葡萄皮和纸都去掉了 葡萄的纸里面呢 不含花青素 花青素呢 也属于生物类黄酮物质 生物黄酮 那么花青素呢 有圆花青素 花青素 低级原花青素 这是花青素这一类物质呢 这样几个结构 从结构上来分 那么原花青素呢 是目前我们科学家 我们承认的最天然的 最有效的抗氧化物质 就是说呢 目前我们在植物中取取 我们在自然界中找到的 天然的抗氧化物质 最厉害的 就是圆花青素 那我们知道抗氧化 人体呢 有很多的毒素 人体呢 很多代谢物质 都会产生自由基 空气的氧气 也会养自由基 生活的压力 我们的代谢的压力 环境的压力 思想的压力 一些各方面的压力 都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就是氧化物质 可以理解为毒素 那么这些氧化物质呢 都是以氧化身体的细胞 氧化身体组织 为破坏形式 那人呢 是没办法避免 就是时时刻刻 时时处处 都存在自由基 我们没法避免 没法解决 常规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自由基 不会过量 是一个动态平衡 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可是由于现在 我们的工作节奏 我们要经常去 外面去应酬 我们要经常去做很多事情 解决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因为我们经常吃垃圾食品 我们的饮食不规律 我们不经常运动 我们的睡眠不好 种种种很多的压健康 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呢 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那么自由基在 不断地氧化和破坏 我们的身体 要抗衰老 那就必须抗氧化 就是抗自由基的 对我们身体的氧化 所以 圆滑青素是 抗衰老 目前抗衰老最好的物质 天然的 而且圆滑青素的 安全范围是非常之高的 目前的 实验发现呢 超大剂量 就是说已经很高的剂量 不会引起种种 所以目前认为呢 它是 没有毒副作用的 一类天然的抗氧化物质 比微生素C还要安全 那我们知道微生素C已经很安全 大剂量的话 引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呢 都不太明显 会引起一些腹泻啊 一些问题 没有实质性的一些伤害 那么圆滑青素的 比它还要安全 因为这类 优质的 天然的 典型的抗氧化物质 那么在身体中 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从内到外 从内吸脑血管 从细胞组织 细胞膜 从内到外 到我们的皮肤 都有很好的保健 抗衰老之类 那么这葡萄的 子里面的 这种物质 圆滑青素 英文缩写 OPC OPC 那么圆滑青素当中呢 以个体 以低具体 数量比较少的呢 这样的话呢 有单体 单个圆滑青素 有二具体 有低具体 那么低具圆滑青素呢 一般是指五个以下的 它呢 简称了OPC 加一个小S 英文缩写 那个这个是被 自由基地学的认可的 所以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保健的 营养素 保健的植物活性物质 第二种 丹宁 那么丹宁呢 有一种的苦味 它呢 帮助消化 帮助消化吸收 它呢 抑制细菌 也可以抗氧化 我们发现那个葡萄 这个葡萄 它这一串葡萄 它是有很多很多 一颗颗 是挤在一起的 其实每一串葡萄 经常会什么 会是不是有那么 一个两个坏掉了 但是我们发现 是不是 不会因为这一个两个的坏葡萄 而造成整一串葡萄 它的感染 对不对 那么这里头就和葡萄 皮里面的营养素有关系 因为葡萄皮里面 这些丹尼 那白鲁鲁屯 这些营养素 它可以保护葡萄皮 那如果换了其他的水果的话 可能就麻烦了 如果一堆 比如说梨 一堆苹果 也像葡萄一样 拥挤在一起的话 那可能有一个烂的 其他也好不然人去了 很快就会被感染 但是葡萄酒不会 那么说明它这里头有很多的 活性的营养素 营养物质 那么丹尼也和葡萄酒的质量 以及干红的口感 干红的质量和口感 以及它的这种特有的分泡 这个气味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还有白鲁鲁醇 那它也是一个多分类物 也是看化的 它能够阻止人体真的 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 就是说要阻止它进一步氧化 进一步的产生的不好的物质 能够抑制血脚板的非正常凝聚 像血脚板的凝聚呢 当然有脂血尊严 过度凝聚和非正常的凝聚 能够运起心脑血管的问题 它可以扩张动脉血管 改善微循环 那对心脑血管关心病 动脉症状硬化 高血脂症 会有非常好的疗效 而这些天然的 植物中带有的这些物质呢 它的动物转移度是非常小的 所以它是心脑血管系统的 一个很好的 一个保健的一种营养素 那么它同样也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还可以抗优变 典型的抗氧化 那么也就是可以大量的少数自由基 抗血栓 抗过敏 那过敏这个现象也是 你到了春天或者披止 都有很多经浪会发生 它有这些功能 那么原因就是于 它是施育的抗氧化物质 那抗氧化的这个特性呢 保护了心脑血管 保护了人体的组织 那另外呢 肝红里面还有葡萄酒里面 像肝红 那么还有卫生素 矿物质 贝塔胡萝卜素 维他命E 一些乌鸡炎 也就是矿物质 钙啊 鎂啊 钾啊 这些矿物质 还有些 那么这些呢 都是人体必须的一些微量的 对人体很有保健作用的 很好的一些营养物质 那所以呢 肝红内 是一种营养饮料 也是酒那种最好的 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唯一的酒 他没有推荐说白酒可以 怎么样 他自己说 余优饮酒 饮限量 那么葡萄酒呢 就推荐可以去膳食中去喝一些 那么在我们喝葡萄酒的时候 都知道有肝红和肝白两种 那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那事实上呢 在市场的消费当中的 肝红的消费量 远远超出肝白 大家都也都知道 肝红比肝白好 为什么肝红比肝白好呢 它好在哪里呢 营养在哪里呢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葡萄的营养素 那么刚才那段话呢 总结一下呢 大家会发现 一颗葡萄的一些活性物质 抗氧化物质在哪里啊 是在葡萄的皮和葡萄的籽里面 我并没有提到 葡萄的果汁肉里面呢 有很多的这些 多分这些生物黄虫类物质 没有 因为这个特性 那我们来看 肝红和肝白的区别 肝红与肝白的区别 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它的加工方法不同 加工方法不同 那么造成它的营养不同 也造成它的颜色不同 简单的说 肝红呢 就是用 整颗葡萄 一整颗的葡萄 来发酵 就是说它把皮 葡萄的皮 葡萄的枕子 包括小的拱 还有它的枝 里面的果汁 就叫它整体上 进行发酵 那么它整体上 所有人进行发酵 所以它就会把皮 和籽里面的营养素 通过发酵的方式 融解到酒里面去 那么所以肝红 这样一个整颗葡萄的发酵 也造成它的营养 最前面 那这是它的原因 因为它是整颗发酵 所以呢 红葡萄酒在发酵的过程中 酒精发酵作用 和固体物质的 限制作用 是同时存在的 同时存在 里面的糖就发酵 那么它还会有些 固体的一些物质 那么糖呢 发酵 转换成酒精 那像那个皮和籽里面的 一些固体物质呢 最后呢 就 轮解到酒里面去 丹宁啊 色素啊 多分类物质啊 抗氧化物质 全轮解到葡萄酒里面去 那可见呢 钢红呢 是没有浪费任何的 一点材料 把整粒酒呢 整粒葡萄全部发酵 那钢白呢 比它是不一样的 钢白呢 是指印葡萄的质 把皮和籽剃掉了 那因为它的原材料是 葡萄的果肉 果汁 它并不含有 比方清楚 不含有那些抗氧化物质 那么因为它这个 挤压的过程会带你一点点 但是很少 那么通过这两种方式 我们就明白了 它们的营养的不同和区别 所以呢 钢白呢 用枝叶尿造的钢白呢 它丹瘾是很少的 那么钢红呢 这样的皮肉 脂汁 一起尿造 钢红层比很高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呢 钢红比钢白的酒的性质 更稳定 嗓胃期呢 也更长 那因此呢 对钢红呢 是非常有影响的 它蕴含了丰富的维生素 包括一些B维生素 一些抗氧化物质 多分类 黄虫类 一些花青素 一些丹尼 那么这些呢 也就让葡萄酒 对心脑血管 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这原因也就清晰了 我们再看一下 葡萄酒 真的酸 我们呢 饮用葡萄酒的时候 都有酸酸色色的感觉 因为葡萄姜果本身呢 它就有一些酸 酒色酸啊 苹果酸啊 包括一些微量的柠檬酸 那么这些 它也会再转化到酒当中 另外它在发酵的过程中 由葡萄糖发酵呢 会转化成一些乳酸 琥珀酸 也少量的醋酸 如果葡萄酒含酸量过低呢 它的口味就很平淡 那么就没有储藏的意义了 如果太高呢 那么就显得有点个 口感不爽 有点粗糙了 不够细腻 不够柔和 那这些呢 都是影响葡萄酒的一些 口感 商品价值 和储藏性 那么另外呢 在干红烧酒里 还有一些 一些少量的物质 纸类 高级纸类 脂肪酸 方向物质 包括刚才讲的 矿物质 一些营养素 还有一些少量的 微量的 活性氨基酸 那么刚才呢 我们把葡萄 和葡萄酿造的 干红和干白呢 给大家呢 区别的 给大家去 分享一下 那所以有人就会说了 我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了 我吃葡萄 把葡萄籽吃掉了 我没有必要去 怎么样呢 网上也很 会讲了 我吃葡萄 土葡萄皮了 我这个营养都吸收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误区 是错误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葡萄呢 它分两大类 我方大类分两大类 一类是果式葡萄 就是当水果来吃的 一类是酿造葡萄 就是酿酒瓶 果式葡萄 像我们经常在市面上看的 像巨峰 巨峰葡萄是最常见的 一种果式葡萄 还有玫瑰香葡萄 那么这些都是吃什么呢 做水果生吃的 生吃的 做水果吃 那么它们几乎不含 刚才说的那些 抗氧化物质 可是不含有的 它不含有 比方花去煮 不含有多分类生物质 很少很少 而相反的另一类 酿造葡萄酒的这一类 像比较出名的 像赤霞猪 梅洛 黑皮诺 包括 蛇龙猪 嘉美 霞多利 不仁香 长香丝 那么这些是酿酒的葡萄 它们含有的这些相关的物质 却非常丰富 所以平时吃的葡萄 果式葡萄 想从这里面摄取这些抗来抗氧化的 抗自由剂的活性物质 确实是很有难度的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我们另外再谈一个常识 那既然 干红 用的一些红色的品种的葡萄 某些这些品种 是红色的 来样造 葡萄酒 那么它里面的多分抗氧化物质很多 那这样呢 又给一般人造成一个什么误区 那他就会说了 那我就专门吃 专门去从这里面 从这个干红葡萄酒的这个纸子里面去 搞一些 弄一些 吸取一些 圆化青素 这些多分类物质 来保健 来看一看 那么这个呢 恰恰又错了 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 生产红葡萄酒的葡萄呢 是皮肉籽一起发酵 那么它把籽里面的皮里面的 都通通都发到酒里面去了 那么剩下的葡萄籽还有什么 几乎没有多少营养素 而恰恰相反呢 真正的 齐取呢 要从生产干白的葡萄的籽 齐取 因为它没有经过发酵 没有经过利用 直接就 丢在一边了 那么事实上来讲的话呢 十吨的 恒葡萄酒的籽里面 齐取 不会超过两公斤的 红号青素 没有的 几乎是没有的 那么在 干白的籽里面 就有大量的这些抗氧化抗氧物质 所以有的时候去药店的去 去问他 你这个 这个好东西是哪里弄出来的 他说了 我这个呢 这个肝恒酒 我很有营养 你知道 知道啊 谁都知道 我们是专门从肝恒 那个 尿造肝恒 那个葡萄籽里面 齐取的 说明他根本就不懂 因为那里是 齐取不出来 那么这些呢 都是 和这个葡萄的营养结构 和我们的保健 生活上都有关系 那么这些呢 就是 讲解那些葡萄的 极其葡萄酒的 所以呢 你看那些顺口的 说感情好啊 能喝多少 喝多少 只要感情有 喝啥 都是酒 关系酒的顺口人也很多 喝酒不喝醉 不如打瞌睡 你不醉 我不醉 谁在马路睡 你也醉 我也醉 才算喝到胃 因为在很多的 摄像场合的话呢 你要喝酒呢 真的是 只要你喝 你就不能喝醉 那么呢 所以呢 我们就要 尽可能喝什么 干红 喝葡萄酒 葡萄酒呢 你会发现 葡萄酒喝醉了之后 它不像喝白酒 喝醉的那种感觉 它喝醉之后 它头部会很痛 其实它那种最冷 还是一种 比较舒服的 一种 那么原因就是 刚才的这一些 活性物质 它是可以解救的 圆化青素啊 波分啊 这些都是抗氧化 抗氧化 乙醇呢 在身体里面呢 经过脱纤维的作用呢 通过 乙醇脱纤维的作用呢 转换成乙泉 那这些呢 都需要 抗氧化物质呢 来保护 身体 保护 肝脏 乙醇呢 这些酒精啊 乙泉都是以自由 伤害身体 所以喝葡萄酒 干吼之后啊 你会发觉醉了之后 也很舒服 所以呢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呢 每天喝一两小杯的 干吼葡萄酒 对是非常有益处 那么对于葡萄酒的一些储存呢 一些生活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靠小饮用 不要过量 那么开瓶之后呢 常常要保存呢 也只能保存一天 也就是说葡萄酒 干吼呢 开了瓶之后啊 基本上呢 就算呢 要把它喝掉了 如果装在密封 装瓶密封 放在冰箱内 1230度的油 太低不行 那么这样可存放一周 但是还是会影响它的口感 影响它的感觉 另外呢 有少量的沉淀的话呢 干吼酒 少量沉淀是正常 因为我们大多数消费者呢 买干吼酒 都是饮的 不是储存 所以不要一味的去追求 就是说 哎呀 这个时间越长 不对的 它的营养价值啊 和它的 营养价值是会减少的 但是呢 它经过这样的 在发酵 经过这样的一些成酱呢 这些处理啊 过一点时间 它会可能口感呢 或者是这个味道上会更好一些 但是呢 营养上呢 并不好 所以呢 实质上你要喝的话呢 就买生产比较近的 日期比较近的就好了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 它的一个 世界新血管疾病控制系统 它下属这样一个系统啊 对流行病 做了调查 发觉了法国人 这关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比其他的西方国家 尤其英国 美国 都要低很多 它的标准人群 也就是说 对于35到64岁 这样一个人群 它的关心病的死亡率 男性的 就为英国人的二分之一 美国人的四分之一 女性的 为英国人的三分之一 美国人的四分之一 法国人 英国人 美国人 它饮食结构是基本相同的 那么它一个最显著的区别是 英国人呢 喜欢喝威士忌 是一种蒸留的烈性酒 美国人呢 喜欢喝啤酒了 而且呢 美国人的啤酒消费量是 人均消费量是世界所谓 而法国人呢 都对于 甘恒葡萄酒 情有独争 法国是什么 浪漫国度 后来就研究 发觉 甘恒酒 有这么多好处 那么通过刚才的讲解呢 我们理解了 了解了 甘恒酒的一些知识 原来甘恒酒呢 确实有很多的好处 好 我们说第二类 啤酒 啤酒呢 应该是我们 在外面就馋 喝的最多的一盏饮料了 喝的最多一盏酒 那么啤酒呢 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 添加酒花 然后发酵 加上啤酒酵母 发酵呢 尿造而成 然后里面呢 压了二氧化碳 一些低酒精度 那么商量后也讲过 啤酒酵母里面 含有负含锡 负含隔 那么这两种元素呢 锡是 抗氧化 抗自由基 最好的 微疗元素 最好的无际物 个呢 对糖尿病 清疗修管 都有很好的 防住 那另外啤酒呢 也含有 多分类物质 也含有多分类物质 它的整分类物质呢 主要来源于麦芽 和啤酒花 那么会给你原料的 不同呢 不同的品整 不同的季节尿造 不同的食物质 含量是不同的 那另外呢 麦芽里面呢 有一种 一构酸 它有苦味 这在啤酒当中呢 也能感觉出来 啤酒的度数呢 不是酒精度数 这个可能有些人呢 会误解 那么它是根据原麦芝的浓度 即啤酒 发酵 尽管是麦芝的浓度 那我日常生活中 一般喝的就是 12到10 11 12度的啤酒 不是指酒精的度数 一般的话就是六七度 酒精是六七度 啤酒的分类物 根据杀菌方法的不同 一般的分为鲜皮 手皮 鲜皮 就是我们说的生皮 杂皮 那么因为它呢 没有经过巴氏灭菊 那这样的啤酒的味道呢 是很鲜美的 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巴氏杀菊 因为它的 它的酵母菊也是活性 所以它容易变质 保质性比较短 但是呢 它的营养比较好 另外一点的话 它呢含这些酵母 我们喝进去之后呢 这酵母还可以在人体内发挥作用 所以呢 喝生皮 喝些鲜皮 可以使用发胖 那么对于脾性偏瘦的人呢 如果要喝啤酒的 可以多喝些鲜皮 熟啤酒的那就是 我们通常在市场流通的这种 瓶装这一些 它呢是经过巴氏灭菊 那存放期的比较长 这样的话也变成去外地销售 那么好的优积的这种啤酒呢 保质期呢是很长的 可以达到120天 那啤酒呢 也是有一种营养素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喜欢喝啤酒 白酒的慢慢的喝的要少一些 尤其在南方 那么在北方呢 仍然以白酒为主 然后我们再说一种酒 黄酒 黄酒呢也属于酿造酒 酒度数一般为15度左右 它的成分呢 当然乙醇和水 这是主要的了 就是酒精和水 那另外呢 它还含有麦芽糖 葡萄糖 胡精 甘油 醋酸 胡货酸 胡基盐 脂 氨基酸等 它含有18种氨基酸 7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人体有9种必须的氨基酸 它有7种 而且呢 在黄酒含量还是比较高 尤其像赖氨酸 那么赖氨酸的含量是 啤酒和葡萄酒呢 要高出1到4倍 高出啤酒1倍 高出葡萄酒呢 4倍 那么黄酒中的胖物质 像鎂和锡呢 是葡萄酒的5到12倍 那句说呢 是黄酒的 黄酒中的矿物质 鎂和锡啊 是啤酒的5倍 葡萄酒的12倍 那么因此呢 黄酒也很多的营养价值 那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麦芽糖 葡萄糖 胡精 那么这些呢 都是于糖类物质 据说呢 当然也说了 营养素呢 像一般 那另外还有些活性酸 醋酸 骨化酸 那么对人体的作用 保健作用还是很多的 那么还有丰富的 无剂盐矿物质 一些脂类 包括必须的 气种必须胺基酸 那么这些呢 虽然是比较常规的 一些营养素 但是呢 仍然不适合一个好的 一个好的饮料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所以黄酒呢 也可以在善人中的多喝一些 那么黄酒主要是作为药饮 中医上的用它来做药饮 是非常好的 一个药饮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我们下节课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